我吓一碗 我吓一碗 今儿李总那发这么大 小黄小你今儿个小伙伴 灰 不是 李总是小黄姐 你怎么这样就搞 怎么把一个小偷进来 我不是小偷 李总你误会了 他妈妈带上公司给我没买啥 这两天不是太冷了 我不忍心 看他在外面写作业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 让他来一张公司写了 那他为什么能捋到我的办公室 而且还乱翻东西 我一开灯看到个人 在里面被我吓死 我不能这样走 那你衣服里是什么拿出来 小黄小 你要是喜欢啥你就说出来 啊老板也是好人 他会对你 但是咱们能拿别人 拿来啥 拿出来啊 嗯 怎么都是空瓶子 我和妈妈不住他们的时候 就捡瓶子 说能攒学费 我刚刚做完作业的时候 看见那街头的一个空瓶子 就一路捡到了这里 对不起姐姐 我不是故意的 小朋友你别怕 都是姐姐不好 姐姐不知道是这种情况 一姐 你拿着吃 很好 小文 你再不吃啊 每次妈妈都把好吃的让给我 所以这次我想带我去给妈妈尝一口 孩子 你可劲吃 姐姐那里啊多的是 姐姐给你拿一大袋再去给妈妈好不好 谢谢姐姐 戴贝 跟着孩子的妈妈说一下 以后啊上学的费用我来出 另外 只要他愿意 晚上都可以来我办公室写作业 临时管工 我说你这个臭网安 我是你公司的客户 出什么玩意 对不起 现在是特殊时期 他公司由命迁为定 进入公司 必须得出事链巴 我说你这个臭网安 我再重复一遍 我是你们公司的客户 客户就是上帝 你是为我们服务的 你恨啥啊 不是兄弟 我没有恨 我只是在执行公司的制度 请你配合一下 你叫我兄弟 你都不撒方药照照你自己 你配吗 临时对不起 是我的口误 你看我就是一个保安 从事两码也掌握不了你多长时间 请你配合一下 让我配合 好 在我配合你之前 先让我感受一下你公司的 我鞋带 给我系上 对不起 我的工作是站张 不是给你系鞋带 既然你不配合我 你凭啥让我配合你啊 好 我给你系 可以了吧 我说你这个保安 怎么一点眼力劲没有 鞋子脏了 给我擦掉 哪长了不是挺干净的吗 本来是干净 刚才被你的脏手露脏 赶紧给我擦 没完了是吧 你就是杨总 你们家的保安也太不懂事了 我刚才啊帮你们教育了一下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了 那还要不用 走 咱们进去谈合作 我懒在里头 等等 我刚听到 你张口一个客户 闭口一个上帝 是 你是我们的客户 就算是客户 就可以肆无忌惮 辱骂我们的员工 把我们员工的尊严 踩在脚底下吗 他能蹲下去给你系鞋的 是因为他懂得不全大批 一个保安都懂得的道理 你一个老板就不懂吗 现在是特殊时期 查看两码是他的职责责责 就因为他是个保安 就要被别人看不起吗 想要进来 可以 必须道歉 什么 你让我 跟他道歉啊 戴飞 让你受委屈了 你记住 坚持自己的原则 公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铁杨总 戴飞 问你个问题 如果一个女孩喝醉了 让你去接 你会去吗 我也不认识 我为啥要去接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也不认识 这个女孩是我闺蜜 那闺蜜 你咋不去接 我这不是有事走不开吗 如果让你去 你会去吗 那他喝多少啊 他喝了白脸还是红脸 还是胖了还是瘦啊 你别笑 如果他要是胖的话 那我弄不动才打扮 我就随便一问 说弄不动 太好我急着 那我要去接 去打钱不得我还钱 哎呦你妈 喝牛啊 装装装 等我下班我都过来 不好意思啊 那个痛是脚下班 打过来一会儿吃 没事我们也干多 坐坐坐 菜我都已经点好了 平常都是你们请的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 今天我请 大家好好喝一杯 好 姐今天开心 也陪你们喝点 服务员 来两瓶红酒 一看你就多一口菜 他家特色菜 你一个名字 我给你点两个 老好吃了 来 喝一杯 你们先吃着 我接个电话 没听到电话响阳 是不是菜点多了 不会不满蛋丢了吧 不可能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 我还不了解 白飞出去看一下 是不是喝多了 好 你都慢慢吃 有点贵子了啊 你着啥急啊 吃好了呗 吃好了 一个同时 才让我之前吃着直板 你慢慢吃了 快点过去啊 在路上慢点啊 哎 吃好了吧 嗯 吃好了 老板买单 走来喽 你们总共消费是120元 是不是说错了 没错 今天呢 我们店里搞活动 你是我们店里的幸运顾客 给你们打一折 120元就够了 喂老婆 能不能给我转点钱 我再跟朋友示范 菜点多了 这正带的钱不够 我只要找花生以后 到处有那么钱 那你什么时候就看你钱 做什么事 世界在练 唯有不变兄弟情 兄弟只要你调皮 英雄何处凡人中 只要有你在 一起完成追逐的梦 找我什么事吗 是 刚才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 老太爷有点记来 嗯 他说几年我要是 找我个女朋友的话 晚上就不知道我会行 那你想干什么呀 我这不是 还没有女朋友 啊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你看 还有你吗 哈哈哈哈 怎么能找我女朋友啊 你看 你这张人漂亮 有闪街的意 你肯定会把握 我没有做这个 所以想 一个大男人想说什么 就直接干什么说出来 好 然后你看 你能不能 比我多快去看把握 可能我想我回不去了 我还能够蹲 你耍我呢 你耍我呢 哎呀 你就赶紧消耀兵的回家 公司的这边都能够好 不是 你看到我平民迈我已经 的就是我也想回去 但是要拿着明明明 不让我回去 不关键没有女朋友啊 这事没得想了 哎你去 这是没有 出去 杨斌这不马上过年了吗 我准备去探个头发 你说会不会显得我更好看 嗯不会 啊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 不是杨斌你会不会 我的意思是 你的好看跟头发没有关系 哈哈 这还吃 待会儿我请你吃饭吧 那不 我还得等忙呢 等你站完岗上班之后 那又 饭水都由来由往了 你请我我还得请你 我请你不用你请我 这样总可以了吧 那都说无功不收入 你为啥请我 因为 哎呀你这个人 我请你吃个饭 还非得问我为啥呀 那必须的 按吃东西的 做人一定要明明白白的 那行吧 想个理由还不简单 没有 对不起 没有证件我能接 我和你们杨总是朋友 要什么证件啊 杨总的朋友啊 你好你好 那早上杨总办了 你赶杨总打个电话 他电话打不通 不应该啊 我刚才看杨总进去 他还在那打电话来 要不你再打一个事 我跟你说 今天我要是进不去 你也甭想来这待着了 你看你这话说来 那你没有证件 我让你去 我才不用在这带来的 走 你等 没什么证件 杨总 搞定了 喂小吴 还有你吗 哈哈哈哈 贝贝 谢谢你啊 帮了我一个大忙 啊 啊 就刚刚那个人 一直在追我 特别讨厌 你要是放他进来了 我就有大麻烦了 不是 杨总 都是我应该做的 贝贝 你对我这么好 我请你吃饭吧 杨总 你别误会 我也不是对你好 这本来就是我的指责 你不用那么客气 下班我请你吃火锅 啊 就去我家附近那一家 那呀我知道 一个人的两百多块了 对对对 你 你的协议我领了 如果你之前听了吃饭的话 要不你给我 斩了两百块钱吧 你看现在都产了 烧剧剂 咱也不能人家添麻烦 你说对吧 你 杨总 我这都是为你多香 你看 斩两个吃饭 最起码还得四五百 你给我两百块钱就搞定 算了算了 你真是个呆子 杨总 你别生气 我这都是为你考虑 现在在云海 这动不动就生气 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